我們就來開記者會 我這樣站起來說 是 師傅 哈囉 這位新教育議員 大家早 各位媒體記者 李順小姐先生 大家好 我是黃寶聯盟 部會長 劉志堅 老師在說那麼快 今天我們就來發布報告 2016大環境新聞 那相對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呼籲前瞻基礎建設 應有永續的考量 這議題非常重大 非常重要 我們今天來參加記者會的 有滿臉新竹 古魯彬律師 開始臺灣協會 謝爾廷秘書長 奧奧本人 也是在開始的議事長 那還有我們 黃寶聯盟會長 胡敬秀 創位會長師 新文教授 以及幫我們主持 支持 陳曼利偉言 那現在我們就先請 詩老師 請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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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每年都會做一個這個活動 就是關於去年 重要的一些環境新聞 那重要的環境新聞呢 當然有正面也有環面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要提環面的東西 就是說 雖然新政府在去年5月20已經執政了 而且新政府在我們看來 也是我們支持的一個民進黨所組成的新政府 那我們對去年後半年的一些表現呢 有些地方 我們真的實在是非常失望 那我就起例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票選第一名的 這個所謂電業法的修法 那電業法的修法呢 我們知道呢 台灣的電力呢 就是說 都是一直以為台電壟斷 那台電壟斷呢 台電就是給一些所謂 我們稱它為核能幫來保持 那 新政府先是 在2025呢 台灣要是一個揮核家園 那在這個揮核家園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要看到的是 新政府有一些新的作為 就是說 當你的核能慢慢的消失的時候 我們的再生能源 就是我們乾淨的人 怎麼慢慢的提升 它比例怎麼慢慢提升 但是從電業法的修法裡面呢 我們發現 整個修法的過程 還是由台電主導 那台電當然答應說 它要 把這個所謂的再生能源 乾淨能源 把它 就努力的讓它提升 但是呢 我們懷疑台電的作為 因為 在台電裡面 把持者他們的心態是什麼樣的心態 我幾個例子來講 我去年去參加這個COP22 就是全球氣候變遷會議 那中國呢 一直講說 他們減碳效果有多好 但是中國的減碳是用什麼減碳 是用核能電廠來減碳 他們核能電廠呢 已經有五十幾個在運轉了 計畫中還有將近百個 他們就利用這個 那我們台灣不是 我們台灣要減碳要怎麼減碳 我們要把核能電廠回核家園 2025 要把它拿掉 但是呢 我們需要我們的再生能源 能夠高幅度的提升 那高幅度的提升呢 在這一方面 我們很顯然 從這一次的電業法修法呢 我們發覺 它完全要依賴台電 完全要依賴台電 那依賴台電呢 它能做得好嗎 其實我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再生能源這件事情 我們已經講了二三十年了 台電做了多少 二三十年不到一% 我們還希望說將來到2025的時候變成20% 現在剩下幾年 剩下八年而已 剩下八年而已 那剩下八年你要達到這個目的呢 如果沒有積極的做法呢 其實是很難達到 那這個也讓我們擔心 為什麼大家會關注電業法 就擔心說 因為它沒辦法做到再生能源20% 就會導致什麼 導致核能呢 揮核家園 2025的這個承諾呢 破功 所以 這個也是我們在去年呢 一直在談的電業自由化 我們希望由民間的投資 因為現在 再生能源的 再生能源的技術 不管是風力也好 不管是太陽能也好 技術已經越來越好了 已經可以大量的 來發電了 那如果由民間投資的話呢 效力會更好 所以呢 我們一直要求 要電業自由化 就是呢 把台電結構 讓台灣的電業呢 能夠 台電只是其中之一的競爭者 台電說它的進行效率很好 那就跟民間公司競爭嘛 競爭以後呢 它如果真的很好的話呢 我們給它拍拍手嘛 但是 結果呢 還是由 台電來主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要談的就是 彰化的這個 石化 我們知道呢 大家如果有到彰化寺的話 大家如果有到彰化寺的話 你一到彰化寺呢 大概你火車一到那個地方 你大概就可以聞到味道了 在一個市中心 有這樣的一個花電 有這樣的一個所謂他們號稱是 氣電工生的電廠 但是呢 卻在污染這個環境 今天台灣呢 就是什麼 台灣花電呢 都是用什麼 用煤 用煤呢 來做花電 很多大部分都用煤 那我們要求 我們要求 第一個 當然剛剛講的再生人員以外呢 再來呢 我們希望用 比較好的 譬如說天然氣 的方式來發電 這樣的話呢 它的霧染才會減少 但是呢 這個 台化 就是彰化的台化廠呢 它被 停了以後 被彰化縣政府停了以後 但是我們的中央 卻是什麼 環保署 卻是讓它 一直在想 幫它解套 讓它能夠繼續做 所以 從整個政府的心態來看的話 我們覺得政府呢 在這一方面呢 就是對於環境保護的這一方面 還有空氣品質也好 或是環境保護也好 這一方面呢 它雖然想要做 但是呢 做的卻非常的不成功 就是讓人家覺得呢 覺得它 還是心有怪 譬如說 剛剛講的這個所謂台電的問題 他們一直擔心台電要把它賬電價 政府最怕的就是這一件事情 就怕台電賬電價 然後讓全民生氣這樣子 但是問題是 你如果沒有 你如果沒有 把再生能源提升上來 再生能源將來的電價呢 一直提升上來 將來電價 是會比這個所謂 傳統石化花電的電價還低 但是政府呢 為了短期的這個目的呢 結果呢 犧牲長期 這個就我們這一次的這個什麼 這個所謂的十大新聞票選呢 其中的兩項 其中的兩項 那第一項呢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電業法 然後再來呢 我們所謂的這個 希望能夠永續的考量 那永續的考量呢 有幾個 當然 這一些東西呢 有幾個 幾個題目嘛 我們是覺得呢 有些爭論呢 其實不是環境的爭論 是一個政府政策 還有一些所謂在野黨的一些 一些 一些杯葛啦 我就擠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什麼 就擠所謂的這個 這個核食品的這個事情 就是核食品的這個事情 就是日本的核食品的這個事情 日本核食品的這個事情呢 根本都沒有討論 然後每次要討論就變鬧場 沒辦法討論 那到底我們邊界管制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說如果要進口的話 我們的邊境管制呢 要怎麼做好都沒辦法討論 就變成這樣子 好 那我們知道呢 明年 明年開始 大概會有一些所謂的這個什麼 重大工程建設 那重大工程建設呢 我們知道現在呢 就是說 整個這個國際的趨勢呢 當然你如果大量的運輸的話 是鐵道運輸啦 那鐵道的運輸呢 它必須要改善 必須要改善 那台灣的鐵道運輸呢 其實已經發展得很好了 為什麼我可以這樣講呢 因為我們知道呢 台灣人員的使用呢 電力是佔百分之五以上 百分之五十以上 你如果去看歐洲了 歐洲用電的話只有百分之二十呢 用電的話是比較乾淨的 因為電的發電你的那個 污染控制你可以做好 你如果直接用汽車 這個污染會比較嚴重 我們台灣已經百分之五十了 所以我們的這個所謂的這個軌道運輸呢 其實是什麼 已經做了很多了 而且繼續還要再做 那這一個呢 我們基本上我們是贊成的 基本上我們是贊成的 就是說大家盡量用公共交通工具 然後用軌道運輸的方式呢 來處理我們的交通的問題 那其他呢就是說 當然軌道運輸並不是說 只有軌道運輸就好了 譬如說宜蘭的子鐵 這個問題呢它會經過一些環境的敏感地帶 那這個我們其實我們基本上是反對的啦 我們基本上是反對的 就是說你會造成環境的破壞呢 基本上呢它是一個很不好的一個方式啦 那在這一些重大的建設呢 我們在這裡要求 它必須要有永續的考量 就是說要考慮永續 它必須要考慮永續 讓這個台灣呢 在整個的公共建設的發展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的環境保護也能夠達到一定的標準 那我想這是我們今天呢 開這個記者會呢 主要的目的之一 好 謝謝大家 我想現一時間喔 我們再請吳律師 薛瑞還有最後博言來 還有少時來做最後的講解 那是不是請吳律師 波魯平 請吳律師 波魯平 嗨 大家好 我是滿野心事存在協會議事長 我想我們今天兩個 一個是那個時代 台灣環境的新聞 還有我們今天 可能沒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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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分鐘 有三分鐘 好 有三分鐘的話 我們現在台灣 不管是這個時代 台灣的環境新聞 或是我們國發會 最近的那個新的經濟開發的 就是台灣的未來 我們好像還在六七十年 國民黨時代的那個經濟的思維 也就是說 永遠不夠 我們擔心台灣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也不夠 但是我們一直互惠我們台灣有什麼 那這個就是我們六七十年的那個 中國來佔領台灣的那個悲哀的地方 那我們台灣現在有機會 立法院裡面的立委大部分還是有所謂的台灣意識 台灣的意識是在地的 那我們總統跟那個行政院都也是比較有台灣意識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一個來做什麼的機會 再重新看我們台灣有什麼 我們台灣的人口密集度是全世界最高之一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人很好啊 我們人越多越好 越有可以交流的 可以交朋友的 好 而且是人可以想很多那個 那個比較有創意的地方 怎麼突破這些問題 哪些問題起火變遷 這個十大環境的問題 那但是我們政府 現在的政府其實 不好意思 跟馬政府 福利消費還是差不多一樣的思維 所以我們的那個經濟思考的末世 真的要重新檢討 那重新檢討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回來檢討 盤點我們台灣有什麼 那我自己在台灣40年 我認為我們台灣有非常非常豐富的資源 那那個資源之一就是人 所以我希望我們現在 明年的我們那個十大台灣環境新聞 我期待是一個很多是正面的方向 那像今天我們聽劉教授講的 是有好的有壞的 今天是比較不好的 剛剛也沒有提到那個台塑 越南的鋼鐵 那個也是蠻糟糕的 但是我們台灣 不管是我們國內或是神態外交 我相信我們可以做得很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吳律師 看守台灣協會 謝謝理所長 我們現在政府在2月的時候 有做一個國家建設的發展規劃 就是 那個開一下 就是要從2017到2020 對 好 那在這個計畫裡面 我們看到就是說 政府在做這個國家 四年的國家辦計畫裡面 還是從 就是說 政經 政新經濟的角度出發 那而且 有一個很糟糕的現象 就是說 就是 依賴各部會自行的本位主義出發 所以我們看到比如說像交通 有一個很糟糕的運輸 雖然他也提倡說要做軌道運輸 但是公務的建設他還是不放棄 那一個交通部都沒有代表整 他自己底下的單位的政策 矛盾之處 然後這樣子的話 我們看到這個政務的腳步 就會很錯亂 一方面我們發展很多軌道運輸 一方面我們又要活到七號什麼 都一定要再下去 然後循環經濟可能是給某個部會 所以他可能就是做個園區 這個園區到底也能用 而不是循環經濟應該是整個產業 要去思考怎麼樣彼此串聯 要有一個平台 但是這個東西 我們看到他只是提出一個計畫 然後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們的這樣子的一個 國家發展計畫 應該要做好 發布會的這個 然後把有序的理念 把綠色的理念 把資源減量循環利用的理念 貫穿到各個的這個理論 而不是說大家各吹一把套 然後在前面只是 就是談個永續永續 然後後面做的東西完全不符合 這樣子的一個解釋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是不是請施姓明教授 之前會長 各位媒體朋友 各位貴賓 大家早 台灣冠軍保護聯盟 歷年來都會做這個 年度的十大環境新聞的一個票選 那麼這在去年的票選的結果 我們在今天公佈 那這個票選的十大環境新聞是在牆壁上面 那剛剛劉會長也提到過了 我們這個十大環境新聞裡面 包括了這個電列法的修法 還有這個空氣污染 還有台塑 越南鋼鐵的這個污染事件 日本核災區域輔射事件 要進入的一些爭議 那本府的這個博弈公投 那麼這個台化彰化廠氣墊工生基礎的 因子運轉 那六千污染 導致這個許處國小要有前校 那還有合一場的這個用貨的燃料槓 沒有地方可去 可能會提早來處理 那還有這個農地裡面的這個 這個圍山工廠營利 導致這個特定的農業區 要被降成一般農業區 那甚至建立不如這個 圍山工廠就離合法化這樣的問題 那還有這個台東大陸馬克 就是部落要發展百分之百的綠能 我看這十個新聞裡面 比較正面的 應該是說博弈公投南鋼鐵方大塞 以及說台東大陸馬克部落 發展綠能百分之百 所以比較正面的 那其他都是比較負面的 那負面的第一名是電業法 電業法要修法 這個事實上是 台灣發展綠能力的期待 一、二十年 希望電業法 能夠趕快修法 讓台灣的電業 能夠早日走上這個 自由化、多元化這樣的路 不要讓台電一個公司的壟斷 但是修法的解鋪 這個所謂綠能先行 這個結果事實上會導致 跟目前是差不多 有修沒修 對綠能而言是會差不多 反而是修了以後 讓台電更能保障它壟斷的地位 因為這個電業法裡面條文 保障台貝 在未來可以 蘇配跟瘦貝合在一起 本來是蘇配、瘦要分割的 把它可以合在一起 並且還可以成立一個控股母公司 把花、蘇配、瘦 全部控股公司來把它掌握 這個電業法合理說是 讓台電成為巨獸的這些法 那唯一值得稱道的是說 把2025貝爾家園這樣的條文寫進去 這是唯一我們文保團體覺得說 有所見述之處 那麼2025生8年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想核四是不可能再被起封了 但是我們也看到 那麼現有的核氧電廠 卻開始讓大家體會到 開始認清到 過去我們的核電政策 是一直在欺騙人民說 核氧化電是最配備的 那麼從核一廠的燃料棒 用過燃料棒無處可去 可能要提早除疫 提早停止運轉 這可以看出來 事實上核費是一個難題 那麼我們到目前為止 政府還沒有辦法找出一個地方 甚至男女的地界的核費量 甚至男女的地界的核費量 本身就已經無處可遷移了 這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那麼再來當然可以看到 我們空氣的汙染還是非常嚴重 那這些事情我想整體來講 那麼我們在十大環境新聞顯示 台灣的環境污染 仍然相當的嚴重 那麼在相關的能源轉型 環境保護等等 政府還是做得不夠 做得太慢 那我們的大企業表現也是很不好 這很多事件都是跟台塑企業有關的 至少三個是直接相關 所以他們的社會責任實在有待提升 那麼其他中小企業的公害防治水準 就是令人詬病的 那我們希望在新的一年就是2017年 政府跟企業都應該要監考改進 善盡維護人民生存環境的責任 那麼去年是民進黨全面執政的第一年 所以我想這些環境新聞也會顯示出 民進黨執政第一年的他的施政表現 那我想這樣的結果 我想處理讓新政府好好來審思 希望在未來能夠有更好的做法 以上 請我們請陳范立委員 好 謝謝各位在場的團體代表 還有就是在場的媒體的女士先生 我想其實我來到立法委員才一年 但是我在當立法委員之前 我在環保團體裡面積極參與 所以可能也是因為這樣子 民進黨才請我來擔任 那個不分區的立法委員 那其實我很珍惜這四年的機會 所以在這個裡面 其實今天我看到了十大環境新聞 幾乎都是我在過去一年所處理的事情 如果把它分類的話 大概主要的是在經濟委員會和衛生環境委員會 那包括空氣污染 或者是說我們的這個生態等等之類的 這個大部分都是環保的人士 或者團體所關心的 那我想是說在這個部分 當然就是說 因為民進黨的政府上任大概也還不滿一年嘛 所以我想就是說還是要給一點時間 不是因為我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我就這麼說 因為我是覺得就是說 有些東西真的是成科已久 那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是說要一步到位 事實上也有它的一個困難度 那我自己是會看到 大家關心的議題 其實也很多都是跟民生有關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在這個十大議題裡面 我剛剛有提到 我幾乎都有參與 但是對於第四大議題就是開放日本核災輻射食品政策爭論 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我其實想要做一點說明 第一個就是說 民進黨事實上在討論的時候 或者民進黨上任之後 行政部門在討論的時候 都不是說要開放福島的核災食品 都不是這樣 它只是說我們在日本進口食品這個部分 我們能夠再怎麼樣來做一個管控 所以如果是說是核災食品 基本上請大家相信它還沒有到台灣來 沒有到台灣來是因為日本出口 它有它的一個管制 那另外台灣的進口也有一個管制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核災食品的 這樣子的輻射食品這樣的字眼 感覺上就是不是那麼樣的正確精準 那可能這個東西是比較有一個賣點 所以大家就會把這個 這幾個字都一直不肯放掉 所以這個核災食品這個文字 我其實是會覺得說 它其實真的還沒有到台灣來 只要有核災食品 我想可能就是要把它消費掉 如果有查到的話 那所以我想說在這個部分也在這一年 工部門也是一直在很嚴謹地在做這個查查 那另外就是說 我看到了就是說有關於 屬於經濟委員會的包括電業法 或者是核電腦如果要取消的時候 那它的核廢料該怎麼辦 現在經濟部也在討論就是說 欸 錢不夠啊 那我們就說 那這個部分為什麼你們早不想到呢? 那另外就是說有關於生態這個部分 可能大家都很關心 所以那個國發會他們有一個國家發展計畫 這個國家發展計畫我們也發現 他沒有站在永續發展的立足點上來做這個部分 那因為我現在也是立法院的 永續發展促進會的會長 從去年我來上任之後 我就把這個立法院的永續發展促進會給他再恢復 因為已經停運作了八年 所以我想說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們會發現是說在環境面 還有就是說在經濟面和在社會面 這三個角度都要來看這個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不是只有環境生態面 它其實還有經濟面 還有就是社會面 所以我想說在這個部分 我們如果用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真的是有很多的還不足以 還不感覺到行政部門還沒有那麼重視 所以我現在相信我在立法院 我也是極力的希望能夠在立法院的所有的委員 對於那個永續發展都有很大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個是永續發展促進會要再去努力的 那我現在的做法就是說 我們會做一個就是說 行政部門和NGO之間的溝通的這個平台 我覺得這個平台是非常好的 就是說NGO它很多的訴求 包括這十大新聞議題 他們有很多的訴求 可是它常常是要跟公部門在對話的時候 可能公部門有些時候 可能不是那麼樣的善意 所以NGO就會覺得很不高興 那在我現在當立法院委員的時候 我會找公部門的來對話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說 他們派出來的位階都稍微高一點 甚至都是有那個決策權的那個人過來談 所以常常我是要求他們 就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樣子 所以他們也都會提供一些的資訊 所以讓NGO掌握到更多的資訊 然後讓公部門聽懂NGO的主張是什麼 那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可以接納的講出來 不能接納的也講出來 或者說它需要一些時間 短中長期等等之類的 所以我想說在這個部分 我會盡我這個最大的能力 希望能夠把這個平台當建的 讓大家都非常的完整 那我也知道現在台灣人民的素質非常的高 所以對每一件事情都有個人的看法 那甚至有些匯集在一起 就變成是團體的看法 所以我想是說反應的管道也非常的多 不管是說我們的網路的管道 那甚至像立法院這邊 我們也都是開大門的 所以我想說用這樣的方式 我希望就是說在未來的幾年 還可以讓這個管道非常的暢順 那馬上在311就有一個311的大遊行 那上個月我也去台中參加了219的這個 就是空氣污染的一個大遊行 所以我想是說我們大概在這個部分 我們會比較親近 因為我辦公室裡面的很多的助理 也都是從NGO過來的 所以我們在一些的議題上面 我們會比較是跟NGO的這個 就是連結的會比較深一點 那最後我想講的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會看到國家發展計畫 它這個裡面它有200多頁 那這個裡面其實我們就會看到就是說 有關於保育的這一塊 其實大家都很不滿意 不管是說是國土的保育還是生物多樣性的保育 它其實做的都不是太好 那而且在國家發展計畫裡面 它的這個重點好像都沒有很犀利的有帶到 所以我其實也在這個經濟委員會在做質詢的時候 也會有這樣子的一些的要求 所以我想就是說我們如果是說在這個質詢的時候 能夠讓他聽到甚至叫他回報 他的結果他還是要來回報給立法委員的 那我們會再跟NGO來做一個討論 所以我想說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也很希望就是說 未來如果有這一方面的活動 或者說有這一方面的訊息 那我也是希望能夠盡量的去 就是說達成大家的期待 最後我要講一個就是說有關於繁獨 去年其實我們繁獨到澎湖去繁獨 但是今年的金門又要開始有要該讀上 所以真的是這個事情完不了 所以我想是說那個離島建設條例的十之一條 所以這個一定要把它處理掉 要不然真的是年年這樣子繁獨 搞不好後年又是馬祖要出來了 累死人了 所以我想說這個部分離島的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再寄一份力量 然後把那個離島建設條例裡面的十之一條 給他看能不能把它刪掉 這是我們最大的一個目標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陳委員 還有給我很多收入 其實因為現時間 因為我們只到十點 那求恩禮我們是去外邊好不好 我們還是會在外邊 嘗笑一下 謝謝 那現點時間跟大家抱歉 你記得問一下這裡 照看小段落 求恩禮在外邊 謝謝 那我們可以在裡面再做好多事 不行 謝謝 謝謝